灿烂千阳 卡勒德胡塞尼柱 第五十一章 2003年4月 干旱终于结束了 在刚过去的冬季 天空下起了大雪 一直击到膝盖 现在又下了好几天的雨 喀布尔河再次有河水奔涌 春天的河水冲走了泰坦尼克城 如今马路上到处都是泥泞 鞋子踩上去滋滋响 轿车陷进去动不了 拖着苹果的驴子吃力的把腿前进 他们的蹄子溅起 积在地面的污秽雨水 但没有人抱怨泥泞 没有人为泰坦尼克城哀悼 我们想要喀布尔恢复绿色 人们说 昨天 鲜灰色的天空下起了倾盆大雨 莱拉站在厨房的窗边 看着她的两个孩子踩过一堆又一堆的积水 在他们家的后院玩耍 这座两居室的房子位于德马赞区 是他们租来的 院子里有一株石榴树 还有一层香叶薔薇 塔里克修补了墙壁 给两个孩子修了一条滑梯和一架鞦签 还给查尔麦伊的新山羊围了个羊蓝 莱拉看着雨水从查尔麦伊的头皮上滑下来 查尔麦伊要求剃光头 像塔里克一样 现在给她念驱赶巴巴鲁经文的也是塔里克 雨水打湿了阿兹莎的长发 将她变成一些藤蔓 她摇晃脑袋的时候 头发上的水就会甩到查尔麦伊身上 查尔麦伊差不多六岁了 阿兹莎十岁 他们上个星期给她过生日 带她去了电影公园 在那儿 喀布尔人民期待已久的泰坦尼克号终于供应了 走吧 孩子们 我们就要迟到了 莱拉一边把他们的午餐放进一个纸袋 一边大声说 这时是早上八点 莱拉五点起床 阿兹莎和往常一样 把她摇醒 让她起床做早晨祷告 莱拉知道 做祷告是阿兹莎纪念玛丽雅姆的方式 随着岁月的流逝 迟早有一天 时间会像连根拔除一棵杂草那样 将玛丽雅姆从她的记忆的花园中拔除 而在这一天到来之前 她就以这种方式来纪念玛丽雅姆 早倒之后 莱拉上床继续睡 直到塔里克离开家门 她还在睡觉 她模模糊糊的记得她亲吻了她的脸颊 塔里克在一个法国的非政府组织找到工作 为那些被地雷炸伤的人和截肢的人安装甲肢 查尔麦依追逐着阿兹莎 两人跑进了厨房 带好笔记本了吗 你们两个 铅笔呢 课本呢 都在这里 阿兹莎说着提起她的书包 莱拉又一次发现她变得更加欢快了 那我们走吧 莱拉让两个孩子走出房子 锁上大门 他们走进了寒冷的早晨 今天没有下雨 天空很蓝 莱拉放眼望去 看不到一片云朵 他们三人手拉手走向公共汽车站 街道上已经非常繁忙 人力车 出租车 联合国的卡车 公共汽车 维和部队的吉普车滚滚驶过 睡眼惺忪的商人打开昨晚关上的拉闸门 小贩坐在成堆的口香糖和香烟后面 一些寡妇已经在街头站好的盘 向过往的行人乞讨 莱拉发现回到喀布尔的感觉很奇怪 这座城市已经变了 现在他每天都能看到人们在种树苗 粉刷旧房子 搬砖 头盖新房子 他们挖掘排水沟和打水井 在一些人家的窗台上 莱拉看见鲜花插在原来圣战组织的火箭弹的空弹壳中 喀布尔人管他们叫火箭花 最近 塔里克带莱拉和两个孩子去了巴布尔花园 纳尔正在翻修 这么多年来 莱拉第一次听见音乐在喀布尔的街头响起 雷布巴琴 首鼓 首峰琴和东布拉 还有爱哈迈德查西尔的老哥 莱拉希望妈妈和爸爸能活着看到这些变化 但是 如同扎里勒的信 喀布尔的忏悔来的太迟了 莱拉和两个孩子正要穿过马路 走向对面的公共汽车站 一辆茶色玻璃窗的黑色陆地巡洋舰突然冲了过来 他在最后一刹那打了个转 和莱拉擦身而过 他溅起的茶色雨水喷得两个孩子浑身脏兮兮的 莱拉赶忙把两个孩子拉回人行道 一颗提到喉咙的心扑扑跳 陆地巡洋舰加速朝街道那边开过去 响了两次喇叭 猛然拐向左边 莱拉站在那儿 双手紧紧抓住两个孩子的手腕 试图喘过气来 这让莱拉心痛 军阀竟然被允许回到喀布尔 这让他心如刀脚 那些杀害他父母的人住着戴维墙的花园洋房 他们被任命为这个部的部长 那个部的副部长 他们开着闪亮的防弹SUV 在被他们毁坏的城区横冲直撞 这让莱拉痛不欲生 但莱拉决定不要让怨恨冲昏头脑 玛丽雅姆不会希望看到她那个样子 这样有什么意义呢 她会带着天真而机智的笑容说 这样有什么用呢 亲爱的莱拉 所以莱拉说服自己抛开一切 为了她自己 为了塔里克 为了两个孩子 也为了玛丽雅姆 莱拉仍会梦到玛丽雅姆 仍会时不时的想起她 莱拉已经抛开一切辛仇旧恨 因为她终于知道那是她唯一能够做到的事 她只能活下去 带着希望 查曼站在罚球线上 双脚弯曲 拍打着一个篮球 她正在叫一群男孩打球 那群孩子穿着比赛用的运动服 在操场上围成一个半圆坐着 看见莱拉 查曼把篮球塞在腋下 朝她挥手 她对那些男孩说了几句话 然后她们挥起手臂 大声说 你好 尊敬的老师 莱拉也朝她们挥手 现在 旭孤院的操场种着一排苹果树苗 就在东边的围墙之下 莱拉打算等到南边的围墙重新盖起来之后 也在下面种几颗 操场上有一个新的秋千架 新的攀爬架和一些其他的游乐设施 莱拉穿过一扇沙门 走进旭孤院 她们重新粉刷了旭孤院的外墙和内墙 塔里克和查曼修好了破漏的屋顶 填补了墙壁 换了新的窗户 给孩子们睡觉和玩耍的房间铺上地毯 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 莱拉给孩子们的寝室买来了几张床铺 还有枕头和大小适中的羊毛毯 她还安装了一些过冬用的铁炉 上个月 喀布尔的阿尼斯报报道了旭孤院的重建 她们还登了一张照片 照片中 查曼 莱拉 塔里克和一个护理员 在旭孤院的孩子后面站成一排 看到报纸的时候 莱拉想起了她童年的朋友吉提和哈希娜 等到我们20岁的时候 吉提和我 我们每人将会生下四五个孩子 可是你 莱拉 你将会成为我们这两个傻瓜的骄傲 你将会成为一个人物 我知道终究有一天 我能够在报纸的头版上发现你的照片 照片并没有如哈希娜所预言的那样登在头版上 但她登在哪个版面并不要紧 莱拉拐了个弯 走上一条走廊 两年前 她和玛丽亚母正式经由这条走廊把阿兹沙托付给查曼 莱拉依然记得他们如何把阿兹沙的手指从她的手腕上掰开 她记得自己强忍喉咙里的哭声 沿着这条走廊奔走过去 玛丽亚母在身后呼唤她 阿兹沙惊恐的不断尖叫 如今走廊的墙壁挂满了招贴画 有恐龙 卡通人物 巴米扬大佛和一些孤儿的画作 他们画的多数是碾过棚屋的坦克 挥舞着冲锋枪的男人 难民营的帐篷和圣战的场面 她在走廊拐了一个弯 现在她看见那些在教室外面等她的孩子了 迎接她的是他们的围巾 戴着无边变貌的光头 瘦小的身形和褐色的衣服 当孩子们看到莱拉的时候 他们跑了过来 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跑了过来 莱拉被包围在中间 他们纷纷问候莱拉 叽叽喳喳地说着话 莱拉轻轻拍着他们的脑袋 他们揪住莱拉的衣角 拖着她不肯放手 有人伸出手摸索着 争先恐后地想爬到莱拉怀里 有人伸出小手 以便引起莱拉的注意 有人叫她妈妈 莱拉没有让他们改口 莱拉今天费了一些功夫 才让孩子们安静下来 让他们排好队 依次走进教室 塔里克和查曼打穿了两个 相邻房间之间的一面墙壁 将他们改建成这间教室 地面依然有很多裂缝 而且有些地砖也不见了 他临时铺着一层防水油布 但塔里克承诺很快会把缺湿的地砖补上 然后再铺上地毯 教室的门口上方挂着一块木板 挂上去之前 查曼把它打磨得很光滑 涂上了闪亮的白漆 然后用刷子在木板上写了四句诗 查曼去找有关部门申请资助的时候 那些人总是抱怨外国承诺给阿富汗的援助资金还没有到位 整座城市的重建也很慢 有人把钱贪污了 还说塔利班已经重整旗鼓 即将回来复仇 而且世界将会再次忘记阿富汗 莱拉知道这四句诗是查曼对这些人的回答 那是他最喜爱的哈菲兹写的诗句 约瑟将会重返迦南 请别悲哀 彭屋将会回到玫瑰花园 请别悲哀 如果洪水即将来临 吞没所有的生命 诺亚方舟是你们在风暴中心的指引 请别悲哀 莱拉从这块扁排下面穿过 走进了教室 孩子们纷纷入座 翻开笔记本 叽叽喳喳的说话 阿兹莎正在和乡林一排座位上的一个女孩聊天 一只纸飞机画着弧形飞过教室 有人把他扔回去 打开你们的法尔西语课本 孩子们 莱拉说着把他自己的课本放到讲台上 在一阵齐刷刷的翻动课本声中 莱拉走到了那扇没有窗帘的窗边 透过玻璃窗 他看见操场那群孩子正在排队练习阀球 在他们上方 在群山上方 早晨的太阳正在升起 篮球矿的金属边缘 轮胎鞦韆架的铁链 查曼脖子上挂着的哨子和他那附镜片完好的崭新眼镜 反射出耀眼的光芒 莱拉双手按着温暖的玻璃窗 闭上了他的眼睛 他任凭阳光照耀着他的脸庞 他的眼瞼 他的额头 刚回到喀布尔的时候 他们不知道塔利班将玛丽亚姆埋在哪儿 这让莱拉很难过 他希望他能够去探访玛丽亚姆的坟墓 陪他做一会儿 留下一两朵花儿 但莱拉现在明白这没有关系 玛丽亚姆离的并不遥远 他就在这儿 在这些他们重新粉刷过的墙壁之中 在他们种下的那些树苗之中 在那些给孩子保暖的毛毯之中 在那些枕头 书本和铅笔之中 他就在孩子们的笑声之中 他就在阿兹沙背诵的诗句和他朝西方鞠躬时念出的经文之中 但是最重要的是 玛丽亚姆就在莱拉自己心中 在那儿 他发出一千个太阳般灿烂的光芒 有人在叫他的名字 莱拉听见了 他转过身 下意识地歪起脑袋 微微瞧起他那只完好的耳朵 是阿兹沙 妈妈 你没事吧 教室里鸦雀无声 孩子们都在望着他 莱拉正要回答 却突然喘不过气来 他的双手猛然向下伸去 他们按上了他的小腹 一秒钟之前 他感觉到那儿涌起一阵漫过他全身的波浪 他等着 但那儿再也没有动静 妈妈 嗯 孩子 莱拉笑了起来 我很好 是的 非常好 走向讲台的时候 莱拉想起了昨晚吃饭的时候 他们又一次玩起的命名游戏 自从莱拉把怀孕的消息告诉塔里克和两个孩子之后 他们每天晚上都会争着给孩子起名 他们争执不休 各自提出呆选的名字 塔里克喜欢穆罕默德 查尔卖伊最近看了电影超人的录像带 他奇怪阿富汗男孩为什么不能叫做克拉克 阿兹沙竭力推销的名字是阿曼 莱拉喜欢奥马尔 但这个游戏只和男性的名字有关 因为 如果他是个女孩 莱拉已经给他取好名字了 后继 近三十年来 阿富汗的难民问题一直是全球最为严重的难民危机之一 战争 饥饿 专制和压迫促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民 像这个故事中的塔里克和他的家人那样 离乡被警到和阿富汗接壤的巴基斯坦和伊朗安置加业 出逃达到高峰时 有八百万名阿富汗人以难民的身份侨域国外 十至今日 巴基斯坦依然有超过两百万阿富汗难民 去年 我有幸获选为联合国难民署的美国亲善大使 联合国难民署是世界上最为杰出的慈善机构 它的任务是保护难民的基本人权 提供紧急救援物资 以及帮助难民在安全的环境中重新开始生活 联合国协助安置的难民超过两千万人 分布在世界各地 除了阿富汗之外 还包括哥伦比亚 布隆迪 刚果 乍德和苏丹的达尔富尔地区 在联合国难民署工作 为难民提供援助 是我人生中最为满意和最有意义的经历 若想提供帮助 或者仅仅是想了解联合国难民署和他的工作 以及难民的一般困境 请访问 www.unrefugees.org 谢谢诸位 卡勒德胡塞尼 2007年1月23日 致谢 在表达谢尘之前 我想澄清几个问题 古尔德曼村是一个虚构的地方 据我所知 熟悉赫拉特市的人将会注意到 我在描写他周边的地理环境时 稍微对其加以改动 最后 这本小说的书名来自大布里士的赛伊博所写的一首法尔西文诗歌 读过原诗的人将会清楚地注意到包含书名的那句诗的英文版本并不是从原文逐字翻译过来的 但约瑟芬 但约瑟芬代维博士的这首译诗普遍为大家所接受 我觉得他译得很好 我感谢他 我想感谢卡约乌姆萨尔瓦尔 赫克马特萨达特 伊丽丝哈达韦 罗斯马利斯塔赛克 劳伦斯奎尔和哈利玛杰兹明 感谢他们的帮助与支持 特别感谢我的父亲 感谢爸爸阅读这本书的草稿 感谢他的建议和一如既往的父爱与支持 感谢我的母亲 她那无私而温柔的性格渗透在这本书中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您 亲爱的妈妈 还要感谢我的姻亲 谢谢他们的大方和善意 至于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其他成员 我对你们每个人都充满了感激之情 我想谢谢我的经纪人伊莲科斯特 谢谢他总是那么相信我 还有朱迪霍切基斯 代为格罗斯曼 海伦赫勒和不知疲倦的钱德勒克劳福德 我感激利维赫德出版社的每一个人 尤其要感谢的是彼得森肯尼迪和乔弗雷克罗斯科 谢谢他们看好这个故事 我还要衷心感谢玛丽莲达克斯沃斯 柴美好 凯瑟琳林林奇 克拉格伯克 莱斯利舒瓦兹 霍尼温娜和温迪皮尔 特别感谢我的教队编辑托尼戴维斯 他眼光锐利 一个错误也不放过 还有我的编辑 才华横溢的沙拉麦格雷斯 谢谢他的耐心 锐见和指导 最后 谢谢你 罗雅 谢谢你一次又一次的阅读这个故事 谢谢你在我信心动摇 还有一两次心灰意蓝 的时候始终陪着我 从来不怀疑我 没有你就没有这本书 我爱你 附录 喀布尔 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塞伊伯 美丽的喀布尔阿 群山绕四旁 他那丛生的荆棘 玫瑰也极度弱狂 大风吹起他的微尘 刺痛我的双眼 但我热爱他 因着微尘诞生过阿淑汉与阿热凡 我称颂他那明艳的玉金香 我为他聪裕的林木儿歌唱 从巴斯坦桥流下来的河水 是多么轻烈 但愿安拉保佑这美景 免受俗眼的污染 基尔兹选择了经过喀布尔走向天堂 让他更接近上仓的 是他的封鸾一条护城的神龙 在他巍峨的城墙上 每一块城砖的贵重 胜过价值连城的宝藏 喀布尔每条街道都令人目不转 经埃及来的商旅穿行过坐坐市场人们 数不清他的屋顶上有多少轮皎洁的明月 也数不清他的墙壁之后那一千个灿烂的太阳 清晨 他的笑声如同花儿一般欢快 夜晚 他的漆黑好比秀发式的污量 他那些动人的夜莺唱着美妙的曲调 如焚烧的树叶 他们唱得热烈而悠扬 而我 我在甲哈那拉和沙尔巴拉的花园涌探 连天堂的杜巴树也妒忌他们的郁郁苍苍 啊